2024年香港小姐競選15位候選佳麗 日前在烈日當空之下出席活動 大熱佳麗毅樂林身體不舒服 最初她還可以死頂著 但去到大合照的時候已經站不穩 還要拿著紙巾不斷咳 當活動結束之後 她第一時間衝去休息 大會就說會安排她去看醫生 她時候戴上口罩 接受訪問時就說 有些頭痛 還有不斷咳流鼻水 應該有些少許發燒 前幾天已經有少許喉嚨不舒服 然後昨天就嚴重了 但是吃了藥 然後剛剛就發現 拍攝的時候就開始有些頂不睡 為什麼因為太曬了 曬還好 主要是我自己一路想咳 但又要忍著 會不會都是這陣子的彩排 即是很辛苦很密集 可能都影響了我身體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的 但可能是我 有時候廠房很冷 所以就冷了 檢測我今天 我現在回去做準備 因為沒有想過會這麼嚴重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盡量堅持 但是so far 現在真的 對 所以現在是暗想的 對 會不會都跟公司說 拿回一兩天先休息一下 一兩天 我要看情況 我也不想休息太多 因為快決賽都很緊張 健康的身體怎麼去打仗 或者如果感染了病 可能就是了 不要嚇我了 不擔心的 我相信我都應該很快會很快的 你們很快就會見到 下次就會見到一個精力充沛的Elien 呢 我們會好好吃 接下來 我們會聞到你的 你的 思考 這些 我們會在一旁 看到 你們會 人們 把 都不會有 在 感谢观看